那那個我們建好的DB放哪裡 其實在Android Studio裡面 它也可以找得到 最重要在這裡請各位看一下這個機關 倒數第二個按鈕 這邊有個小綠人對不對 這個小綠人它裡面就有藏了一些機關 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怎麼樣去執行 因為我已經執行了 所以它跟我講說已經執行了 在哪裡在這裡 所以小綠人一打開之後 就再按下去喔 如果你已經執行 它會跟你講已經執行了 其實這樣在這裡 這個東西叫做File Explorer 也就是說呢 它可以去看模擬器裡面 產生的檔案是什麼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Stray 你目前有執行的那個執行序 HIP是Global的變數裡面放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網路 還有什麼GPS 這個應該是GPS 你也可以去傳一個GPS 位置給它等等的 不過重點的話 就是 這什麼我比較少用 OK 那File Explorer 特別注意 那我們資料庫放哪裡 其實各位只要注意 記得就是在Data 這邊不是有Data的 Data裡面請你再找Data 它一定是兩個Data 兩個Data之後請你找到你那個專案的名稱 那用那個專案名稱我取叫做 IDV.TQC.CH13 SQLite1 在這裡 再展開來 就會看到一個叫什麼 Data Base 再展開來 各位就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SQLite的實體檔案就在這裡 因為我的命名叫什麼 Db1 Db 所以它的副打名叫Db 就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把它抓回來 只要按一下什麼 上面這邊有個按鈕 就是把它有沒有 欸 從什麼 從那個你的手機模擬器裡面 抓到你現在的電腦裡面 它就可以幫你抓出來 那你也可以再去看裡面有放什麼東西 那這個方式 你如果一支實體的手機 實體的手機可不可以也可以 你把實體手機插上去 它也可以看到那台手機裡面 有沒有什麼資料 那理論上當然有Db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打開來看 我有試過啦 其實手機裡面呢 很多的Db都沒有做任何保護 一打開裡面都可以看到 比如聯絡人 一打開聯絡人都有 簡訊裡面都有 完整的訊息 它的副打名都是點Db 所以如果你也可以寫一個那個什麼 搜尋裡面檔案處理 裡面點Db全部都get回來 這樣子的話 你再慢慢去分析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人 到底平常在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這種需求 有啊 真心設定一定會有這種需求 它的功能很簡單 要插上USB 自動全部備份下來 OK 這應該有 應該會有人想買 尤其是想要了解老公 或老婆 平常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你一插上去 馬上全部資料都知道 OK 那要付費了 比如說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要99塊好了 對不對 這個APP會不會賣 我想應該很容易就賣了 而且你把它改成英文版 不過全國都 全世界 因為全世界這種問題 每個人都有需要 可是這個感覺好像是 有走在那種道德邊緣 對不對 可是我其實沒做什麼 我只是把DB抓回來 然後解析而已 或者是說甚至你不要解析 你只是幫他抓就好了 那可是問題 他抓回來之後呢 還需要用到第二套軟體 什麼呢 那個其他的動作 抓回來之後呢 那我們就再利用另外一套 叫做什麼呢 叫做SQLite database browser 當然除了這個SQLite 這種browser很多啦 你關鍵字打什麼 SQLite的一些簡單的tool 這個前面很簡單 它主要一個功能 就是直接open它 把那個DB 因為我把它get回來 我把它放桌面上 把它放桌面上 儲存對不對 再利用那個SQLite Explorer 這個打開它 然後放桌面上 你會發現喔 我們剛剛的table01